聖詠集第107篇 请你们向上主赞颂 因为她是美善欢仁 她的人词永远常传 歌运此曲的人们是 上主亲身所救熟的 由敌人手中救出的 从各地召集来的 东西南北聚来的 他们在旷野和沙漠中漂流 找不到往安居之城的道路 他们口渴而又腹肌 生命已经奄奄一息 他们于急难中一哀求上主 上主即请救他们脱离困苦 引领他们走入正道 走入可安居的城阔 愿他们感谢上主的人词 清纵他给人指显的奇迹 因为他使饥渴的人得到饱欲 他使肚饿的人享尽美物 他们坐在黑暗与死影里 尽为痛苦与铁链所搏系 因为背气了天主的命令 又轻视了至高者的叮铃 因此 他已苦难折磨了他们的心神 他们跌倒了 却没有人来扶持他们 他们于急难中一哀求上主 上主即请救他们脱离困苦 令他们摆脱死影与黑暗 把他们的拱离困苦 令他们感谢上主的人词 清纵他给人指显的奇迹 因为他把同门摧毁 又把铁山击碎 他们因行为邪恶而病重 因犯罪而遭受苦痛 他们嫌弃各样的食物 快已接近死亡的门户 他们于急难中一哀求上主 上主即请救他们脱离困苦 主法一言就将他们病除 且请救他们脱离了阴苦 愿他们感谢上主的人词 清纵他给人指显的奇迹 愿他们献上感恩的祭献 将他的功情欢乐地宣传 他们乘船下海行航 在大洋中往来经商 他们看见过上主的奇异作为 遇到过他行于汪洋中的奇迹 他一发明 风浪狂牵 风浪狂牵 海中波陶顿时高翻 时而忽若冲天 时而忽罪深渊 处此危急之中 他们胆战心寒 仿佛且云圆 有如醉汉 一切的经验 全部敏乱 他们于急难中一哀求上主 上主即请救他们脱离困苦 他化风暴为平静 海淘顿时便安定 他使风平浪静 大家个个欢便 他领他们登上了渴望的海岸 愿他们感谢上主的人词 清纵他给人指显的奇迹 在人民的集会中重扬他 在掌老的议植上赞美他 上主使河域变为荒滩 使清水泉源变成干村 使肥沃土地变为咸田 都因当地居民的罪牵 他又能使沙漠变成水源 使寒地变成水泉 oster 把饥饭的人 把饥饿地变卻在那地 使他们兴建安居的成一 坚田种地 开辟鸟葡萄园 因此收获果实 丰富出产 尚主祝福了他们人口凡显 赏赐他们的生畜有增无减 其后因惨遭灾患苦难 人口减少而避弃如前 但尚主却使权贵遭受恥辱 任他们回陪企图无路可走 但请救贫穷人脱离灾难 使他家属多如羊群一般 正直的人见到必然欢便 但邪恶的人却啞口无言 哪一位言折强策此事 并能体会尚主的人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